新北市人口将近400多万人 在外饮食的人逐渐增加 为了保障消费者的食安 新北市卫生局委托专业机构进行辅导 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刘君豪表示 这一次委托维凯国际检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分别前往车站附近的量饭店和百货公司里头 所附设的美食街 以及周遭的夜市餐饮业者进行实地辅导 在家也平和寿与优 粮 分级 标章 供消费民众便是 提供更好的卫生安全用餐环境 能够提供我们所有的民众 在食品卫生安全上面 可以选择这些优良的店家的部分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就是有关于南亚夜市的部分 我们会有辅导的团队 先去跟他做一次辅导 并且请他说需要改善的部分 他做了合理的改善了以后 团队会再回去做一些考核 大家考核过的时候 我们才会让他拿到这样的一个证书的部分 那至于说卫生局的部分 也会再抽一定的比例 去了解说经过辅导以后的状况 而参与辅导业者表示 透过专家学者与卫生局的规划 建立员工个人卫生 用餐场所品质及废弃物管理 等平和标准及奖息 维持饮食环境卫生和原料安全 让消费者对于用餐环境和食材感到安心 第一个经过这样的认证之后 我们是可以再给消费者一个 就用餐上的一个安全上的一个信心 对那一方面也是要提升我们自己店铺一个食安 还有在品质上的一个严格的一个把关 透过这次的辅导 我们有更深一层了解 那所以我们接下来执行的方向的话 就会做就是稍微就是更谨慎 然后来处理就是有关于就是 出餐准备的部分 对那就是希望以后就是 都能够符合政府的法规这样子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 在我们管理美食街来说 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能够透过这个卫生局的标准 让我们美食街这些商家 他知道我当我怎么样努力的时候 我可以拿到什么样的分级 那这个分级就可以成为 我们来平和我们自己美食商家 他们是不是有用心 在他们的卫生管理这一块 很重要的标准 同时为了让消费者 对于店家和食材更了解 卫生局辅导业者将食材资讯 登陆于新北市食材网站 方便消费者查询和辨识 更希望借由今年通过 平和之餐饮业者 带动更多商家落实自主管理 共同守护食安 使消费者吃得安心 打造新北市成为安心外食城市 苏维天空新闻板桥报导